家属易建兰有这样几行英文字 是这样签署的 这话翻译过来意思就是 不要碰遗体 不要解剖 今晚就把它保存在冷冻室里 而在右边 在邓丽君去世之后 围绕着他的死亡原因 一直有各种匪夷所思的猜测 什么吸毒致死 政治谋杀等等 谣言甚嚣沉上 然而所有猜测中 矛盾最突出 一点最集中的 自然是跟邓丽君最亲近的人 也就是保罗 保罗为什么会外出买水果 长达两个小时之久 正米君 二十世纪华语乐团的巨星 他的歌声传遍世界